根據房地產諮詢公司Cushman & Wakefield 的報告, 三藩市的辦公空間空置率在第二季度達到了34.5%創下新高, 同時,本季平均租金降至每平方呎68.27元, 為2015年底以來的最低水平。 三藩市正面臨新冠疫情後令員工重返辦公室的難題, 以及科技市場放緩,導致整個行業大規模裁員的雙重挑戰。 據說,自2022年初以來,科技公司已經解僱了超過53萬名員工, 儘管OpenAI及ScaleAI等科技公司在三藩市租下大量辦公空間, 但並未能徹底扭轉辦公室市場的退勢。 報告中指出,市場出現正面跡象,下半年辦公室空置率任望改善。 辦公室就業人數在急下降後或將趨越穩定, 但租金的下降和空置率的上升似乎還有空間。 天鵝博士記者編輯報導 天鵝博士記者編輯報導 請說, 請教大家的周遇, 請記者編輯報導 而法人數在北京, 請教大家。 請教大家對付諸葬, 請教大家對付諸葬, 請教大家的周遇,